自2018年 欣珍和前夫劉家昌 爆出真產事件之後 一直傳聞不斷 有指前年10月 欣珍和兒子張立恆 到北京處理事事 起北京雙雙失蹤 事件令到外界擔心他的安慰 今晚 他現身尖沙咀 出席神速分的生日晚宴 你想欣欣這樣 不會 不會 因為我們 我們完全都是合情合理 因為之前有些報道就說 看到你很久沒有出來的時候 看到你好像瘦了 可是今天看你那個臉上 還蠻不錯的 是不是事情往好都發生發展了 沒有 因為我現在 血糖 一到晚上11點多鐘的時候 就會低到4啊3 所以我就每天晚上吃巧克力 吃巧克力 吃三盒巧克力 所以胖